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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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考核的课目是寻找固定目标 特战队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找到标志物 以获取更高的考核分数 现在特战队员正朝着目标前进 然而这里距离他们要找的定位点至少还有四公里山路 这个考核肯定不好吃 我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压力 毕竟这次考核不是我一个人去参加 因为我带了一个团队 这次以外训练考核 特战队员要在多个地点接受多个课目的挑战 时间长达24个小时 这对特战队员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 它卡时间了 你看你要标定地图 要按方向脚前进 你还要在这个涉水路 还要搜索前进 好多科目里面 每棵树我感觉都是差不多 那灌木 你是根本看不清楚 假如你定的那个位置 你根本走不过去 我们是每走60米定一个目标 然后这样倒过去 我再下一个目标 我们这样 四公里山路 耗取了队员们50多分钟的时间 然而他们找到的定位点 依然在一片松林当中 当时导调主是给我们这样的提示的 你必须在我们指灯的地点 找到一棵树 绑着一条红布条 你才能找到 我们是采用了定向推进方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方向都有用 9点钟方向没有发现目标 5点钟方向没有 7点钟方向没有 它可能这个放的位置不好发现 它放在树上 他说队伍还是我们的组长 但是他眼前一抬出发现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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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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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快点 快点 赶紧时间 来 看这个东西谁的 过游戏 又是我 过牺牲了 过药伤了 过勇敢 过光罗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 我们有团体分 然后也有个人分 你个人完成的科目越多 他给你个人加的分数就越多 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上 因为自己是一个新兵 想多表现一下 但是第一轮猜拳的时候 就把我给毙掉了 我第五年了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离开部队了 所以实话呢 参加这次考核 我希望能拿到一个勇士勋装 因为在我们小组里面 结果没拿到 最终 侦察兵李小猜拳胜出 代表小组成员爬树摘取目标 我先走下 先走下 这边刮 我没时间了 怎么行 你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我先走下 我心里面感觉很好爬 但是实际上爬起来呢 就是特别难爬 我们那个教官 他交跟我们 如果在野外的时候 遇到那种特别难爬的树 我们用两根绳子打结之后 栓在上面踩上去 然后突然就想起来 带了背包绳 快点快点加油 加油加油 对不错不错 好不错啊 快快快快 第三小组顺利找到了 预先设定的目标 这位他们接下来的科目 赢得了不少时间 接下来的科目是阵地转移 特战队员要用两根竹竿 编织成单架 然后把伤云及两个弹药箱 从河床的下游 运送到山顶上去 这项科目主要靠和团队 协调能力和单架的应用能力 快点快点没时间 就五名队员里面 必须要选出一位来做伤云 我都选了出来 而且以前是四个人 他一个 你哪怕中间累点 一间十都过去了 现在他又炸了两个 25斤左右的弹药箱 只能两个人扛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不行不行不行 还是要两个人抬 两个人抬 好我们开这里 你这么重啊 我是在后面抬着这个伤云的 因为在扛人的话 能给自己加分 当时比较难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上坡的那种路段 而且那个河沟里面的那个石头啊 有些那个不稳的话 你走起路来的话 那时候脚 一不小心就卡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去了 我感觉这个 这条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感觉很长 你走得很慢 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是休息了一次 当时考试组又告诉我们时间只有五分钟 这个一直在吹我们 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听梯的 这时候队员们需要停下来 迅速从背囊里取出防毒面罩 穿戴好后快速通过燃热 走慢点 上脚上 我看见就班长他们排着非常的吃力 在那角都在那打抖 那个石头都是倒立的 也不稳 一踩都滑了 它个在脚底下好疼 路程也长 比以前也长了好多 它中间累了 我舌头都快吐不出来 我们通过了打毒区之后 就把这个防毒面罩就把它取下来 轻松的一点 速度也加快的 好 冲过终点之后 几乎他们都累的谈下去了 心里特别的难过 看着那种情景 然后特别的想哭 但是我们又哭出来 因为最近后面还有很多科目 还需要去比赛 好 上班吧 对吧 现在知道累了吗 你们抓点时间 下个点你们还有这种好快 来点啊 显然 第二个科目 消耗了队员们很大的体力 而当听到小组长的召唤 队员们还是一鼓缩气站起来 奔向下一个考核点 来来来 我们来考核吗 为主席争光 为主席争气 一人必胜 武装奔袭 准备 开跑 武装奔袭 要求赛装在负重20公斤的状态下 跑完五公里 听到是这个下个科目 是跑五公里的话 但是听到还是挺兴奋的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里面 不管是论个人的 还是论整个团队的这种 五公里这种水平 就是在整个参赛小组里面 都是蛮高的 我个人是很不信的 我感觉这个五公里 对我来说跟喝凉水一样 很简单 就是迈开不是跑啊 特马奔腾一样 但是就是这次确实有难度 因为他不是看你自己 你自己跑得太快 没用 他是要求你整体的实力要强 所以在我们跑的时候 我就要考虑到 我不能跑太快 我能把他们节奏带乱了 对 不得动不动 来 让他把人家拍摄 你把人家上台 快来快来快来 到这个山林的时候 我们意外惊喜的是 竟然出现了一颗梨 这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 我们考虑根本没有想到过 这个 这个跑五公里还会可以吃 拿过来 摇了两口咽 你让它糊涂没事 梨是考核所特意准备的 主要是为了缓解考核 给特战队员带来的压力 你先坐住 看 新同志 考核这段时间也是闹肚子 肚子不舒服 然后在跑的时候 跑到差不多三公里左右的时候 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 给拉着跑 一开始他是拉着他的枪背带 我一心想 这样跑这也不行 更去拖累这个 拖累这个成绩 我就把之前那 爬树的时候 踩到那个背包上 我收在口袋里面 我直接掏出来就把它丢出去 我刚好跟那个另外一个队员 我们俩一人牵一头 让那个新同志在中间 两个拉一个 总体一个拉一个 要跑得快一点 然后把他的东西卸下来 让我们的这个小兔队和立命队员 来看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俩就拖着 他这个人就把他拖 那我拉着你的感觉吧 加油 快 怎么回事 跑到结尾的时候 前面重点吧 我的班长 可能说台担架的时候 用的力气太多了 然后对我快到重点的时候 他想冲刺 再快一点 然后用力过满 我说他这个腿啊 冲结股 但是我从心里想 我的班长肯定能站起来 他绝对不会趴在那儿 不动的 因为我是他带的病 他就这样教我 他肯定会趴起来 当时我们就 是可能也非常默契 一把他把他扛起来 继续地往前走 考虑的时候 他感觉好一点了 来放下 放下来 我能跑 放下来 被他们抬了一段 大概能有个一百两米左右 我感觉腿稍微缓了 缓过来一点 我就挣扎着 我就跟他们说 把我放下来 最后我们是一起冲过中间的 同事为18岁参军入伍 如今他来到吉安支队 已经有五年了 再过一个月 他就要退伍了 离开部队前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获得一枚勇士勋章 这次考核 是他唯一的机会 因此 对于每一个课目 他都拼尽全力 当时这个考核主 给我在这个五公里 考核这个项目当中 给我加了分 当时还是感觉挺意外的 让我更有信心 参加下面的其他的科目 并且去拿到这个勇士奖章 最终第三小组 顺利完成了武装奔袭 因为队员们的团结一致 还得到了额外的加分 这极大的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 这项科目主要是 考核特战队员的 驾驶技术和识别地图的能力 队员们通过猜拳的方式 选出一人代表小组 完成考核任务 车辆维修 更换备胎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的训练科目 你必须得会 你开着开着车爆胎了 或者漏气了 你得有能力让他接着走 所以当时考核组 把轮胎拆下来 让我们重新装过轮胎 然后再上路 把手套摘掉来装 你得赶快点 转一下 好可以 就这样 高了高了低一点低一点 行不行啊 不行啊 当时那个汗 连他汗的时间都没有 滴答滴答的 我就扎眼扎眼 汗滴到眼睛里面 好辣好难受 但是你擦一下 这个螺丝一掉了 你拿去扎眼睛也不能怕 但是我们大家都为他给捏了把汗拿 特别是他在整个车轮胎的时候 满头大汗 又左搞一下又搞一下 我们又不能过去给他帮忙 但是大家在那里急呀 因为他给你限定一个时间到达目的地 差不多了吧 站上去 快点快点快点 站上去踩一下就可以了 走 好快快 这时刀条组出现在第三小队车的后面 来评判他们驾驶路线的准确性 看我们看一样他们冷一下 在前面路口是往左还是往右拐 如果是往右拐的话 他就不得分 如果是往左拐的话 就可以驾驶转 往左打方向对吧 这证明他们已经转队了 朝着正确的方向行驶 对 幸好我没走刚刚那条路 刚刚那条路组成什么样子 你看 这两个车现在还没走多少车 开稳一点 所以刚刚说我们要争取时间 但一定要确保安全 你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苏兆强带领第三小组提前半小时 到达设计场 在这里他们将挑战最后一个考核课目 实战设计 这一项课目主要考核特战队员们 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精准设计的能力 设计之前 他就是要求我们要扛原木 扛原木一圈加十分 两圈加二十分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说我要跑五圈 为什么呢 跑五圈的话 它就可以加十分 就可以弥补以前的坑核 当中给丢掉了分数 我们选择的三圈 我感觉是非常硬 你想一下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只喝了一碗稀饭 今天我们将近十个小时没有进去 设计队员的强项 他们每个人都在支队的比赛中拿过名字 因此对于这个课目 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 对于打把的时候嘛 我感觉打把应该是挺稳的 每一发子弹都打到把子上去 因为这些科目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是经常要练的 如果我这设计成绩打好了 那这个勇士奖端 那拿到的话 那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顺利完成了80米和50米两个距离的设计后 队员们要移动到25米处 完成最后一组设计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同侍卫没有命中目标 25米啊 就25米的距离 两发弹 连一个气球都没有把它给干破 真的是 我感觉这个在我五年当兵当中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它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发生了 你看像我们现在一些设计的理论动作之类的 都是他当班长事务 但是他那时候交给我 同侍卫的尸首直接影响到小府的排名 现在团体的分数就靠着最后 在对护一个设计科目的时候 是要爬大城 爬到这个楼顶 然后进行扶脚 对这个揭持认知把进行设计 当时我们要划拳来决定这个让谁上嘛 最后决定由我们的组长 他赢了 他上了 爬大城的时候他主要的是什么 靠我们的腿的蹬力 跟我们手的这个抓力 这样假的那种平时的话 感觉一下子上去 但是当时我爬上去的时候 我登上第一步的时候 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个非常沉重 但是我是比较相信他 还有这个实力 我们在攀论楼下面的时候 所有的精力还有视线都觉得集中在对面的 把上的那气球上面 然后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就是在那等待着他激发 他打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那气球啊 跑不紧张 那个心脏 蹦蹦蹦的跳 腿也掺着 手也撑 同时他两个被汗 留在我的眼睛里面 然后迅速调整呼吸 我感觉我对付的最佳端能了 小队长孙兆强成功的命运 为第三小组颁复了一局 虽然考核都有失误 但是每一轮队员们都拼尽全力 最终他们的总成绩 在更多小组中排名第二 然而同市委的个人成绩却一般 他没能夺得永世勋章 我心里面很难受 我曾给过我母亲一个承诺 但是我却食言了 结果下台之后 我实在是忍不住 眼睛掉下来 那班长不要哭了 毕竟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一句话 确实是挺好的 不过一个班长上去劝他 说了一句话 李财莎说了什么 他说虽然你没有拿到这个永世勋章 但是你五年的付出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早就在心里给你发了这个勋章 哎呦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我特别的嫉妒 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战士成熟了 他们懂得了荣誉的真正含义 真正的 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